正当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地抗议之时 岛内台独势力却不断地上串下跳 与新型冠状病毒同欢共舞 他们万象趁着大陆的军民全力地看击一模之际 加紧分裂中国步伐 往台独的始路上再迈一步 昨天几家主要的台媒都在重点的位置报道了一则消息 标题是共军歼11空警500轰6又来了 或者是共机又落台了 我F-16战机挂弹升空天身监控 2月9日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 就海空兵力战备巡航发表谈话 这是今年东部战区首次对外示范军事行动的相关信息 此次军事行动分量重 态度强硬 对于一些上创下跳的态度分子是一次警告 张春辉在谈话中介绍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组织海空兵力实施战备巡航 陈体系出动驱护舰 轰炸机 尖机和预警机等装备 检验多军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空中兵力经巴士海峡 宫谷海峡巡航飞行 并进行针对性实战科目演练 除了介绍军事行动 张春辉还提及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震荡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态度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我发现张春辉的谈话中少了一贯的措斥 相反直接明了地表示针对的是台独分子 解放军将军事行动和军事意图 一致性地向外发布非常罕见 谈话中直接地指台海安全形势 表明要戳白一切态度分裂活动 台独分子最近又搞了哪些动作 耍了哪些花样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来看一下最近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 在哪些事上回击了态度 其一是针对赖清德创反华盛顿一事 赖清德是台美断交后台单局赴美的最高级代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6日表态说 中国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并要求美国不得安排美领导人政府官员 和国会议员同赖清德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依旧美方允许赖清德赴美活动 向美方听出严正销售 同率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关表态说 赖清德创反美国 求见美官员和国会议员 借机搞台独和分裂国家的卑鄙伎俩俩 招人唾弃 其二是台当局借新冠肺炎之机 不断地鼓噪加入世卫组织 甚至谎称被排除在外影响台湾应对疫情 大陆向世卫组织提供 肺炎疫情涉台信息是错误的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2月6日秋迟表示 台湾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是机故障 所谓的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议题 企图利用疫情趁火打劫 扩展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 我们会继续为台湾地区 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获取有关疫情防控信息 做出安排 但绝不允许借机搞台独 我们奋劝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 在世卫组织涉台问题上的 政治算盘和政治操弄 以疫谋独是绝不会得逞的 事实上 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抗击新型冠状肺炎事件 大陆不忘台湾通报 穿捷加班机 运送武汉台商和家属会台 及时地向台湾通报疫情信息 而台当局继续地 禁止居住湖北广东 与浙江等地的大陆民众陆台后 六旅又宣布全面地禁止 大陆人士进入台湾 影响机关 其中 由于在台就学的陆生 全影受影响最大 那么 是否因为台当局 上述的这些动作 而导致解放军 实施烙台行动 并目标明确直直态度 我认为解放军 持持军事行动 展示出大陆 在两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是维护国家统一意志 外在表现 自从蔡英文再次单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后 野心更加膨胀 谋求台独的行动 更加露骨 使得两岸关系 渐行渐远 赖清德创反美国也好 意义谋独也罢 都是野心膨胀之后的 表现形式 我们一直谋求 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现在看来 我们的和平诚意 不会得到台湾应有的反应 台独势力 已经走上了分裂的不归路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可能性越来越小 这种情形下 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 是不会改变的 台独的企图和行动 只会加快 祖国统一步伐 所以不能说 这是军事行动 没有针对性 恰恰是维护 国家统一意志的表现 是对台独分子的一种警告 但全世界看到 我们实现统一的决心 和意志不可动摇 对于东部战区 发言人发表的迟迟谈话 我认为东部战区 离台湾海峡最近 其作战区域覆盖台湾海峡 未来实施 祖国统一大业的主力 也是东部战区 未来实施 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 根本用不着 出动解放军 五大战区的兵力 台湾就是一个岛 是一场局部行动 我们的十个指头 用一两个就够 更何况在解放军身后 有十四亿的人民 做坚强后盾 有六千万的华侨 做支持 有强大的民意和力量 台独势力这几天到处笨打 以为机会来了 以为祖国腾不出手交与他了 解放军这次烙台演练 就是告诉他们 不管你笨得多高 我还是能够一锤把你捶死 不管你怎么折腾 其决定性作用的 还是武装力量 看见疫情并不影响打击态度 对于解放军 此次烙台演练 台湾单局称 面对威胁 国军F-16战斗机火速升空 贴身监控共军 轰溜 全程掌控 冷静应对 面对解放军 台当局向来冷静 或者 难道还要反攻大陆 王师上岸不成 硬碰硬 台独势力向来无感 但疫情却适乎 让他们看到了某种机会 搞起了政治加舆论的 台独组合权 台独分子既没有国格人格 也没有道德良知 借着疫情折腾加入世卫组织的是他们 到处诋毁中国的也是他们 支撑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 在华盛顿流传 拿美元找反华议员开道 到处蹭铲子 据说还扣进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 5月20日之后 他就将幕侯而管 成为了副头目 蓬佩奥这些有内阁要员 都没有跟他公开接触 但却在暗戳戳地为台独炸气 蓬佩奥昨天在州展协会冬季会议上说 各州领导受到了北京压力 不得不谨慎地处理 与台湾接触问题 蓬佩奥这些话 让台当局泪流满面 摇头摆尾地称 要与美国共农 出来奴隶 川普在疫情舆论方面 直接了淡地说 台湾就是制造谣言的主要基地 对于他们来说 谣言只是心战的武器 不必考虑到的 硬碰硬不敢 那么只好起源于谣言 造谣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对大陆的民众进行挑拨礼件 今天制造某个观点 上拨谣言 明天制造相反的观点 挑起矛盾 然后收割符合他们智商要求的代言了 有培训前途的再基于金钱援助 二是在国际上 抹黑中国党和政府的防疫政策 无论你做什么 他都能够两头赌 不限制出行 他说你不负责任 限制出行 他说你没有自由 最终目的是为了国际反华势力 大合唱效力 以求得到一点政治赏赤 还有一种骗术 就是欺骗岛内民众 以武汉台山包机反台为例 台当局努力地装出 一种关心台山 心急如粉的样子 指着大陆不配合不放心 当大陆把一切安排妥当 让台山及家属搭乘包机回台时 台当局真实的嘴脸就出来了 这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既然不想要台山回来 为什么要制造 哭着喊着要台山回来的舆论气氛 台湾政客全是表演戏畜生 骗已经成习惯 又缺乏办实事的能力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配合祖国 做好台山防疫工作 无论是留在湖北 还是返回台湾 台湾都不应该利用疫情 去搞政治操作 江山易改本心难以 台当局上上下下 就是一片到底 毫无人性可言 最初还拿口罩 威胁大陆 这就是浓浓的人情味嘛 因此我们绝不能够在这时候 让台独势力 和他的撑腰轮 存在任何幻想 而台独势力最能听懂的语言 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军舰战机 轰炸机的后面声 下利用疫情搞台独的人 趁着使了这条心吧 如果统一是历史趋势 无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 区别在于流血还是非流血 最终还是要统一 台独势力甘心充担旗帜 与实施以中国人民为敌 走到最后就是始路一跳 军民团结如意冷 试看天下谁能敌 触 calling 明后推靠 美国卫客 传媒 备 军民团结 阅 剑 五 十